台湾高雄在昨天清晨发生了警匪追逐战 有两名歹徒一路开车逆向高速狂飙 警方去车拦查 没有想到歹徒也踩足了油门跑给警察追 最后失控撞上了桥墩才停了下来 黑色轿车呼啸而过 警方一路狂追 先发现他在街头逆向行驶 不但不停车反倒沿路超速 追了半个小时 几乎把北高雄绕了一圈 之后王姓驾驶人自撞桥墩还下车落草 警方当场鸣枪上前压制 今天清晨五点多 发现黑色轿车行迹可疑 见到警方盘查 马上心虚落跑 车上有两名嫌犯 自撞后纷纷下车想躲避查气 不料统统被远警逮个正着 事后警方还在车上 收除二级毒品摇头丸 有提枪 本来要警告 跳弹 击中当事人驾驶的左肩 现在是送到高雄一线 有开刀治疗 根据了解这两名嫌犯 本身就有毒品切到前科 当时鸣枪压制 嫌犯还死不认罪 好在这场警匪追逐 并没有造成无辜民众受到波及 目前警方也将展开调查 离经逃逸原因 今天就在找到去他们的 这种警察 给你一遍 它在做梦 所以费费的 提供